主爱的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圣马尔谷福音二章十三至十七节 愿耶稣的故事平静您的心 使您体验到天父的爱 那时候耶稣又出去到了海边 群众都到他跟前 他便教训他们 当他前行时 看见阿尔菲的儿子乐位坐在水关上 便向他说 你跟随我吧 乐位就起来跟随了耶稣 当耶稣在乐位坐席的时候 有许多税吏和罪人 也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席 因为已有许多人跟随了他 法利塞党的经师 看见耶稣 与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 就对他的门徒说 他与罪人和税吏一起吃喝 耶稣听了就对他们说 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 而是有病的人 我不是来遭义人 而是遭罪人 基督的福音 弟兄姐妹 在您的生活中 会在意别人如何评价自己吗 我想每个人都会 因为我们的内心 渴望被人理解 接纳和欣赏 在心理学中 有两个概念 可以帮助我们 更客观地 面对自己内心的需求 和他人的评价 那就是绝对价值 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 绝对价值是来自内心深处的真我 也就是我们人所追求的真美善 我们是天主的孝项 也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天主爱我们 在他内只有爱 他希望我们是喜乐的 生命是丰富的 所以我们在天主前 本来就是好的 是属于天主的 相对价值 来自他人的评价 是一种所谓的客观证明 当我们说话 行事时 如果别人肯定我 夸赞我 我才继续努力 别人否定我 排斥我 我就放弃 生活的态度 完全由他人做主 自己只会随着他人的喜好 做选择 总认为自己真正的想法 并不重要 他人高兴与否 才是自己的价值标准 简单明白了以上两个概念 就可以帮助我们 更好地认清 今天的福音 耶稣在开始传教前 就接受了三退魔诱的考验 三次诱惑 都是对耶稣是天主子身份的挑战 可是 耶稣非常肯定 自己是天主子 所以 不必要 向魔鬼证明 耶稣 与所谓的罪人 和碎吏吃饭 并不能否定 自己的身份 和拯救罪人的使命 更何况 罪人和碎吏 也是天主 所爱的 天主永远 不会抛弃他们 耶稣与他们吃饭 就是要接近他们 让其明白 天主是爱 只要悔改 依然可以 重获天主的爱 就如碎吏 砸凯的改变 耶稣肯定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都是真 美 善 是天主的肖像 只是被世俗 欲望 等掩盖住了 指责耶稣的经师 认为 碎吏就是罪人 是绝对不能来往的 与罪人来往 就等于 让自己 陷入了不义 这样的观念 就如同 相对价值 自己不是义人 全在于是否遵守法律的规范 遵守法律 既是义人 相反 则是罪人 所以法律 所以法律 成了经师 自我价值的 唯一标准 天主的爱 很难在他们身上 体现出来 经师 本来是帮助他人 认识天主的 不但没有活出 天主是爱 反而成了他人的审判者 同时 也在证明 自己是义人 弟兄姐妹们 愿我们常常 坚定自己 是天主子女的身份 活出天主是爱 同时 也避免陷入 人云亦云的 被动和评判中 愿天主祝福我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